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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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今天蒞臨 這是藝術家吳怡葉的首次跟人家LAP 那現在我們的看部作團即將開始 請大家歡迎藝術家怡葉跟語台人王勇文 那我們開始囉 謝謝 謝謝各位 好 我來了嗎 來參加吳怡葉的首次各展 感知喜作的座談 這邊才不要再開找 其實這個各展是 吳怡葉大概從11年就回到台灣 所以他是第一次的首次各展 各展堆數加上非常重要 因為他是唯一一個可以完整呈現藝術家的脈絡 跟藝術家創作思考的展覽 那這次的展覽總共展出六屆的作品 然後當然從吳怡葉一開始 現在GOSPIECE就做的作品之外 到現在比較多新的嘗試這樣 那吳怡葉不算是一個生產量高的藝術家 所以我覺得應該算是說我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然後第一次看到他各展 其實還蠻興奮的 可是吳怡葉的作品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特質 第一個 就是我們會慢慢談 第一個這樣就很復別了 很復古是為什麼 因為它很像是那種 比如說六零年代整個陸像藝術開始發展 然後六零年代也是官方藝術開始發展的時候 然後當陸像當影像 或是當所謂的電子媒體 媒體藝術的媒材開始發展的時候 很多的藝術家就開始去演展它的媒材性 比如說電視到底是什麼 廣播到底是什麼 然後影像片到底是什麼 然後所以可能到後來是整個 有錄像脈絡在走向敘事性 或是更加有虛構的敘事 或是整個在玩結構期的 就是玩那種像的本質的時候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說 像吳怡葉這樣的作品 會有一個復古的感覺 因為它真的是 比如說比起現在的錄像藝術 因為到九零年代的時候 有一批因為反結構主義這種 大量佛漢化跟大量象徵化的 創作趨勢嘛 所以有一批的藝術家出來 比如說懲戒的人 他們其實帶著某種像是敘事電影 然後甚至像是論文電影的這種論文影像的 比如說他們加了非常多的紀錄的元素進去 他們可能在批判社會 他們可能在批判某些 跟實際上生活有關的東西 所以當九零年代有哈塞文念展 因為它就是整個就是 在大量的用紀錄的文件式的方式去討論影像 可是到了現在的時候 大家其實可以看很多 其實現在新興的議題是說 電影到底要跟影像去分開 那電影在美術館裡面展成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就變成說它指向了一個 就是整個影像開始敘事化 然後開始有這種更大的 是吸引觀眾的劇場形式的這種錄像裝置 是在整個美術界發生 可是像回到影像的部分 就是我們應該要怎麼看影像藝術 因為當很多的觀眾到了現場 比如很多的錄像裝置 很多的這樣子 影像裝置的展覽現場的時候 觀眾都會問說我們到底是要看什麼 所以我們到底要看那個作品 其他就是一個整個是從觀念藝術下來的理督 因為觀念藝術的重點就是說 作品最終的那個議題跟觀念是什麼 所以很多的觀眾會看影像作品 就會說我到底是要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議題 然後會忽略一些很微物識的觀察 就是螢幕的大小 或是藝術家怎麼樣利用這些螢幕 或是這些媒材去組成現場的元素 然後現場的光影怎麼樣去設計 然後甚至是說影像的整個影像裝置的編排是什麼 那當只要當了當觀眾跳過這些很微物識的觀察 去看影像展覽的作品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矛盾就是 當初影像藝術在發展的時候 他們應該要想就是這些很微物識的觀察 很微物識的觀察就是跟悲才有關的 然後跟悲才現場擺設有關的 跟藝術家的意圖 跟藝術家應該要延展的媒材的素質是什麼 所以到了現在其實 大家很難在一個影像中心門停留 因為大家都會說 他這個議題到底是什麼 可是其實實際上 我認為像藝術的重點 並不是說代理議題是什麼 他應該是想說 藝術家到底要玩什麼 所以我覺得無藝術的各展 有一個滿有趣的主軸 就是說他到底用這些文材去延展什麼 他到底要看什麼 所以我們可能今天會從這些部分 然後不管是給大家一些agenda 就是不管是從這些觀者經驗 要怎麼樣去被描述 或去更新 或者是無藝術家到底有影像的空間 因為我們當然現在是看影像 是像是平面這樣 影像成了透視版影像 就是要給你們一個畫作 然後你會有一些回憶式的觀察 就是說這個畫作裡面的中心點之後是什麼 它的深度應該是哪裡 它的畫面的左邊跟右邊他們到底有什麼樣的 譬如說藝術家的意圖跟藝術家描繪什麼 所以我們應該還是要從一些很微無的觀察來看 媒體的影像的作品 然後我們當然今天也會討論說是 五一葉他當然自己的創作 不知道他的興趣是什麼 當然是給大家一些介紹 大家也請五一葉介紹 然後另外我們也還會再從 就是五一葉他作品 他怎麼樣去思考世界 就是非常非常唯物師的 非常非常影像本質應該要討論的東西 去想這些事這樣 那一葉你要先介紹一下 你這次的作品的展覽 學長講太好了 差不多都有講到 好 好 好 請 所以這次先講一下 各展的 基本上整個創作 埋落跟在思考的東西 那為什麼是影像 其實我好像沒有 沒有一開始就設定說是一定要影像 但最後結果好像滿多都是影像 然後 其實這次後來 就是 因為是第一次展覽 然後 其實是想要把 以前的東西跟 就是現在想做的東西 都 都可以展出這樣 然後 然後 那時候最後想到最後 覺得 覺得 其實如果 如果每一件作品 然後解釋它的意思 其它 有點 兜不起來 但是最後 最後我覺得 覺得好像每一件 其實對我來講好像 如果算第一種 所以最後才會取這個名字 比較 就是它定種型作 只是說我用的那一材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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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能 不像以前 是鉛筆跟紙 或是 就是你雕塑的話 你是不是直接 唸東西 或者是直接塑形 然後就是 我用的是 可能是我 嗯 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開始接觸到的 嗯 就是 就是這件事情 它裡面 用影像啊 然後有一些 程式 然後有一些 一點很簡單的 就是 可以控制 你幾個東西 這些東西 然後用這些東西 去做 它可能不是 每一件都是一個 就是 一看 然後它可能就是 很明確的 在講什麼 就是 就是用那個去 去做一個 比較像是 狀態 然後剛剛我也有提到 它的影像 你怎麼看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對那每 每一材的本質 會有一些興趣 然後去 去 有點像是在 有人剛剛說 可能在玩 就是可能在探索 就是 就是如果我使用這個每一材 我 我可不可以 就是如果 就要比 如果說要比特效 比什麼可能 就比不一切啊 特效 就是 動畫師啊 或什麼 所以我就 用自己覺得 可以 可以 去準備那個 每一材特性的方式 去 去開始 然後開始做這些東西 然後 因為 比如吳葉剛剛講到 就是說 怎麼樣玩這個東西 就是怎麼樣玩這個東西 就是怎麼樣操作 作品的 媒材技巧 還有形式 它其實本來就是 一開始錄像 就在發明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這樣 然後 可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 維大無異他不會比較謙虛 他是說 他也沒有做 比人家都好 或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反過來說 就是本來在玩錄像 影像媒材的時候 他們是用影像去玩嗎 比如說拍了三百個片段 比如說早期二零年代 雷傑的這些芭蕾 他們是這樣去想 可是你也不完全是這樣 就是你也運用了一些 就是電子羽毛鞭鞭鞭 然後去 產生新的 反饋 可以先講 你說 可能大家今天沒看到 就是入口其實有一件作品 它其實是 但是它剛剛那個電池壞掉 所以我先把它拆下來 呵呵呵 因為入口還有一件作品 對 然後它 它是 那件作品是 就是 一個小畫畫 然後你看 你看它 然後它會慢慢變成 一個你可以看的 一個影像 因為剛才講這個畫 然後還有 比如說第二件 雖然是也是你 比較早期現在 學生時期的作品 因為第二件 就是反饋 就是利用錄影 就是利用攝影機 然後反饋 然後做兩個電視的對話 那一件 然後 比如說這兩件 可以稍微一起看一下嗎 就是 一開始就比較 像接近 就 剛才講 就是 因為在 就是 在 念 就是 就是那時候在接觸這些東西 然後 就是 很多人 比如說 就是 比如有些人是用剪輯軟體啊 或是編輯 就是Photoshop 或是影像編輯軟體 他們去處理影像 然後 最後做出來一個 有 不管是有故事情也好 或是 就是很漂亮的東西 就是 因為我要講什麼 就是說 我應該是說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在 念 就是剛好就是在接觸這些東西 然後所以我 就試著去 去看可以 這兩件都是 其實它就是 它就是 它是去改變一些很 很微小 很簡單的 的 的 的一些地方 然後 比如說 就是剛剛 本來在入口那一件就是 它是原本一個正常的影像 可是它 你需要花一些時間 它才會慢慢變成是 就我們正常 正常可以 看得懂的影像 然後 我改變了 就是 就是拉長那個 看的時間 跟 就是 就是 還有它那個 組成 組成一個 很清楚影像的 那個 的 狀態 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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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電視 電視那個 電視那個 就是 兩個電視對看 現在好像 就開始要講 兩個電視 兩個電視 兩個電視對看 的 用意 它本來 因為你不是 就是 引用一個 比如說人家 是 比如說我今天傳一個留言給你 然後 那個留言會一直 散成一個 就是它的那個兩個電視對看 有一個 用意就是 我今天 我今天聽到一個留言 然後我把這個留言告訴他 然後他再把這個留言告訴別人 說那個版本 又會再 稍微變化一點 對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是 就是那一間作品叫做 Machine Christmas 然後它是 它是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 以前那種傳話遊戲 它的英文 就是 屬於有人會叫 Chinese Whisper 然後 我是想用機器去做 就是類似 就是等我們家在玩那種傳話遊戲的那種狀態 就是 一個 一個告訴 下一個 然後下一個聽到 再把它聽到 告訴下一個 就是我是用 用 就是 用 用攝影機跟 一代替 就是 真的 好像 就是 它傳的東西可能比較抽象一點 不是那麼具體的東西 不是什麼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親屬的一個影像 或是親屬的句話 這樣 但是它那個 狀態是 類似的 一個傳 可是它因為 它因為是機械的反饋 所以它到最後會整個 因為如果今天觀眾在電視前面站了夠久 所以它其實會看到它就是 你將會一直反覆的就是 彈來彈去嘛 可是它到最後它到底 就是有沒有可能 這個作品的使用方法 是要告訴大家 是 因為其實是 你其實要 介入那個攝影機 就其實你其實要 不是單純在旁邊看 其實你看也可以啊 因為就是 你會 你會 就因為它 它就是 就是 就是我那時候把它這樣子擺 然後就是 其實 其實你可以 你會看到那個攝影機 照在那個影 然後 如果 如果有興趣的 就會去想說 它會怎麼會照影 然後它這樣擺 是不是 它這樣子拍 是有什麼關係 就是它可能不會完全 完全 因為它一切發生 這樣的礦 就是它 它是 一個攝影機拍 一台螢幕的 就是它那個閃爍很短的畫面 然後再把那個拍到畫面 放到 就是另外一個螢幕上 然後它顯示的同時 另外一個攝影機會拍它 就是它發生的其實非常快 然後 所以 可能 可能一時之間 沒辦法反應 或是說 可以 可以 理解這麼多的 處理的狀態 但是 但是 就算不知道它 運作的狀態 我覺得也可以 就是 用自己的方式去觀察 就是它這樣子 然後它反映的影響 或是 就是它 就可以有一些方式 可以去看 比如說 像你第一件作品到 比如說到Machine Whisper 到 比如說 我就像Dollar Post 就是我們在裡面看到 iPad裡面做那個系統 跟它另外拍的錄像 就是那一系列 就是Dollar Post 那些系列的作品 其實跟 後來 就是跟整個大土上的作品 的思考脈絡 比較不一樣 然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 稍微談 聊一下 對不對 然後最後再 我們再來講 其實沒有那個 我自己覺得跟前面 就是跟那個 就是它其實也是 就是 它其實也是 就是 改變一個很小的 就是 的元素 就是它 就通常寄Email的時間 就是 我是 改變它 就比如說 我們寄一個 現在的習慣寄Email 就是好像 我們寄出去 我們就覺得 對方已經熟了 可是我覺得 就是 它改變好像 不是只是變慢 而是 就是 如果那個時間 不一樣 然後你可能會 就是 重點不是 那個時間 變得多長 如果它 記憶寄Email 它變得不是 那麼快速到 你會去 我啦 我會去想說 那它 會多久會長 就是 那個 感覺會 不太一樣 就是 跟平常記憶 還不太一樣 但它其實也只是改 就跟 就跟 第一件 就是已經被裁掉那件作品 它改的是 一個很小的東西 但是它就是 它會 改變 改變我 就是 看那個事情的方式 大部分 那就是以前的作品 然後比較以前的作品 就是 就是會去找 找這樣子 細微的 然後自己覺得有興趣的 去做一些 動一些什麼講 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 都要用四個郵票 因為那個作品 其實它很多的關鍵 對啊 所以你當然是要挑戰說 到底為什麼我們今天 記憶 就進行速度很快慢 可是那時候 是怎麼想要說 你可以用四個郵票來 那時候就 就會上網去查一些 就是去 就是去看一些歷史 就是它以前 在Email之前 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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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是怎麼樣的方式去 假設我要送一個訊息 給比較遠的人 就是 分割傳書啊 就是 記憶件 之類的 就稍微查一下 然後覺得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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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特定 那些是幹嘛 可是這些 這些東西它們其實 其實後來那個影片裡面 那些 稍微 就是還有在想這些 因為 就格子現在更不可能 用它來 傳訊息 幾乎沒有 可能有 賽哥還是什麼 就是他們可能還有幫 等喬善 那些 但是就是很少被這樣 然後 就 就挑選一些 會不會拿來 傳送訊息 更沒進 然後 就用它們原本的速度 去 適合 可是那個 時間 就到底傳遞訊息時間的落差 你最後 覺得 就是傳遞訊息時間的落差 然後這件事情 你最後在實驗過後 覺得 最好 怎麼 為什麼 終於被你講起來都很平淡 其實我 就是 如果是說 這是一件 作品 然後去用 然後你知道它這樣會變慢 然後你用完 應該是 不會太大的感覺 可是我那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 花了蠻多時間 就把它做出來 我還蠻好感覺 因為 對啊 就是 花了很長時間 去做一個 就做了一個 就是 這樣的事情 再回到 另外一個作品 就是I was wondering 就中間那一件 Rolling不停蠻在墜落 那個 可是那些作品 一開始在發想的時候 有受到什麼樣的 就是 一開始其實是怎麼樣 你想要說 你希望做 在塑造一個影像之後 它有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 它在滑動的 就是這個空間 後面有一種在墜落 它在滑動的速度 你本來的理想 跟本來在想 那個作品的一些 脈絡有什麼 這樣 那一件就是 在空間中 會有 散佈的螢幕 然後 就是 那一件是 受我 之前在 那個 國媒館展覽的 就是 有一件作品 叫Falling 它是 十二個螢幕 然後螢幕會掉下來 然後螢幕會掉下來 就那一件 那一件作品 算是那一件作品 有影響 然後我就是 那一件作品 是在 就是在想說 那一件作品 就是覺得在做 那個 怎麼講 就是螢幕裡面的空間 然後覺得 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就是 那一件作品 就是 同時在發想說 如果我可以 就是 就是 就是那個 動手腳的點 就是 看起來是平面的螢幕 可是它好像 它好像 是在一個 在一個 就是那螢幕裡面 好像有一個空間 它會 它會 就是這樣 墜落的 然後這一件 就是 就是接著那個想法 那如果 我不只在一個螢幕裡面做 我在整個空間裡面 都 都可以 可以 可以試著去處理 就是 也有影響你的空間 或是空間裡面的影響 這樣 都可以 都可以處理的話 整個空間看起來 感覺會 會更不一樣 然後那一個 那一個空間就是 它是 它設定是 就是有點 轉90度 就是地板子在 就是地上有很多東西 然後有一個 櫃子這樣 飛出來 那邊是地面 另外一邊是 天花板 就是它整個空間 很像轉90度 然後 就 然後 所以你看到 的文字啊 跟 或是裡面的影像 影像它的 它的運動方式 就 就 對 然後加上那些 影像的 移動啊 運動的 節奏啊 然後就想說 可以試試看 除了在螢幕裡面 做的那個東西之外 就都 延伸到那個 真的空間 很像新的作品 就是瀑布的肩 那些 瀑布的肩 然後又比較不一樣 就像儘管你曾經說 它可能是跟你本來 理想不太一樣 但它其實實際上 你就去拍了瀑布嘛 然後你用很像擷取影像的方式 然後把它就是 座落在不同的螢幕裡面 那不管它是 投影 那不管它是 有框的這種電視 然後或是 你把電視的方向 改了一個位置 可是就算儘管說 也許它的 最後呈現的方式 跟你本來理想的 並不一樣 但因為這很常見嘛 反正藝術家做展覽 很多時候都很意外 或很直覺 可是 我覺得這比較有趣的是 你比如說你第一件作品 因為大家今天可能沒看到這種 你就是用螢幕的框 去暗示框後 有一個空間 它可以把空間裡面一些小元素 因為人在前面把它鋸起來 然後第二個一件事 你有點暗示 像是七七它本身是有動態的 它是有生命的 比較擬人化 它可以像是對話一樣 可是到了 我們就講 就是那個 會墜落那一件 然後墜落那件 你同樣會再暗示說 它的空間 它可能是 有點像是 維度是更多的 比如說這個螢幕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它有不同的墜落的速度 然後到瀑布這一件 就是它又變成說是 好像是你希望是在展場裡面 做出一個更大型的雕塑 然後這個雕塑裡面 它甚至是更動態的 就是 你怎麼樣去思考 影像之後的空間 因為很起來 你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嗎 那一件也是 也是從那個 國美館那個 就是那一件 單純的螢幕掉落那一件 就是 對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 會想要做做看 就是 除了 就是 就是 單純一個影像裡面的空間之外 就是在 在整個展示的空間裡面 可以 好像那個真的空間也可以有 不同的層 就是 好像不同的類的吧 在整個空間裡面 然後它每一個類的 的 影像的運動 可能 就是 就是也在嘗試說 看可以做怎樣 不一樣的 運動的方式 就是 也在 也在 在試著 那這樣就是 你覺得 螢幕後海的空間 它其實跟 媒介本質有點 關係 那 你覺得你認為這個 媒介本身後面 它就暗示了很多的東西 它並不是說 它只是一個播放器 它並不是只是一個平面 去展現藝術家 調動的影像 或什麼的 可是你有想 有特別思考過說 就是 媒介本質 因為你特別 你雖然沒有特別選擇說 用影像 或是用這樣的方式來 做影作品的整個創作的 有點像是 最基本的方式 可是 你有沒有特別曾經想過說 是什麼媒介 整體使用媒介 然後這些本質 就是你到底想要演展的東西 就是 除了影像後空間 然後除了 可能你會覺得時間上 它是 比如說你的作品 不太會有 開始的時間 跟結束的時間 就是它其實 讓觀眾 讓觀眾是隨時去的時候 你隨時都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你不會限制觀摺 他到底要在影像 你前面待多久 或是一定他需要怎樣去操作 就是 可是你有沒有特別想要說 你這樣的主要的興趣 對媒介本質的興趣 到底在哪邊這樣 因為很明顯 其實就是在演展跟探索 就是 錄像影像 真的是其他的東西 這個東西 最基本的本質的東西 你可以從很大的方向去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 比如說你曾經想過 受過什麼樣的影響 曾經碰過什麼樣的作品 這樣激發你的思考這樣 因為 覺得還蠻想知道這個 因為我們其實也沒聊過 因為我們其實也沒聊過 我今天腦袋有點快 先喝一口唱 唱著歌 別的東西 其實就是現在的影像 就是大家現在去看 去美術館 或是去畫廊看錄像 大家會覺得很像是在看 短的電影 看短片 可是像主要 如果說你把這個東西分成兩個好 就是比如說現在的錄像 跟過去真的是探索 錄像本質跟錄像機械本身 你要怎麼操控效果 形式跟技巧等等 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美學效率 跟完全不同美學路徑的哲學嗎 可是其實現在 再回頭來看 我們現在真正的 對於錄像的想法 因為台灣其實有非常多的 錄像藝術家 那其實到整個60年代 不管是觀念藝術前 觀念藝術後 當然是整個錄像 它在整個新興的媒體場域 它是 因為它是這50年來的媒材 所以它整個歷史都是非常的 被精確的記錄下來 它並不是像過去的揮畫 它是什麼 比如說像挖史料 這樣慢慢慢慢記錄下來 所以這整個影像藝術 它是非常被精確 被計時的 整個被記錄下來 因為整個沒猜的歷史 整個沒猜的 怎麼樣被操弄 怎麼樣被玩 但是 我要說的是 就是 當然大家在面對影像的時候 他會有幾個觀點 比如說大家今天在面對電影 大家 應該是說 電影的觀眾 就是觀眾做在電影前 他有幾個暗示 就是說 今天人在看電影 說他是虧視者 他虧視了別人的故事 可是這個說法 現在已經被更新了 就是 觀眾已經不是偷窺的那個人 觀眾現在其實像旅遊者這樣 當然是螢幕給你一個故事 那你的有點像是你的身體是 跟這個影像是有呼應的 然後你的意識是跟這個影像呼應的 所以你是在這個影像中旅行這樣 但是這些 能夠被討論到現在的影像藝術的方式 其實都不太適合討論無業的作品 因為無業作品啊 應該說影像裝置它其實是有 一個功能 然後這個功能是 比如像一個加拿大學者叫摩爾 那摩爾是怎麼樣講影像裝置呢 他就說他就是影像是像一個信封 因為信封不是四面摺起來嗎 那你要用觀眾的身分去打開其中一面 所以你就會被包圍在整個像信封摺疊起來的空間這樣 那另外一個學者他其實 當然也沒有否認說 就是的確影像裝置給了 觀眾不同的觀眾的動能 動能就是說你怎麼樣跟這個裝置互動這樣 因為你像做在電影院的時候 你是被綁在那個座椅上面 你把意識投到影像裡面可能兩三個小時 然後所以就是像旅行者一樣跟這個 影像中的主角啊 然後就是漫遊啊等什麼樣的不管 那但是另外一個學者 這個人叫做 陛下譜 陛下譜他怎麼說 他其實就是說 因為我們 像大家都只要看到動態影像 其實很容易被吸過去嘛 因為那已經是我們觀看的習慣 可是你不應該 他的意思是說 你不應該把這種動態影像的誘惑力 跟這種 就是觀折的自主性 就是會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因為大家平常 這東西有點難 但是其實還不難 他其實在說你在看電影 你在看影像的時候 然後觀眾是沒有自主性的 你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你的意識被投到影像中嘛 但是可是在錄像 錄像裝置為什麼重要 因為你的 你的觀折是 你的身體是可以運動的 你可以選擇要在這個 作品前面待多久 什麼時候要離開 什麼時候要再回來 然後所以其實他 我們不應該把這種動態影像 就是對人的感官 產生的誘惑力 跟這種 你自己能不能意識到 你現在在這個作品前面 然後你對自己身體的自主 是兩個對立的兩面這樣 這東西雖然有點哲學 可是其實當我們回收 我想微夜作品的時候 你在他作品的前面 不管是第一件作品 就是你站在那個螢幕前面 它會匯聚你的臉 跟匯聚你的形象之外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你怎麼樣去看 那兩個電視的對話 這兩個電視對話 基本上跟你沒有 跟你沒有任何關係 可是你可不可以接入可疑 你會把手放到那個攝影機的前面 他就會把你的手的影像 再一次來回不斷的彈 就是一直不斷的反饋 一直不斷的反饋 然後再到後來的falling 然後或者是再到 比如說 雖然比較沒有關係的是 應該不是說比較沒有關係 應該說形式上比較沒有 那麼明確是 Dollar Pros 因為他是一個網路藝術的東西這樣 可是他實際上又是更像互動 因為他需要觀眾去操作 就是跟其他的 應該是說 然後再到後來的 那個I was wondering 就是東西一直不斷的 在觀眾的所處的位置 一直不斷的掉落 那儘管他沒有什麼順序 或是儘管他沒有什麼特別預知 不是說觀者去他才開始掉或什麼 然後再到瀑布那邊 就是他其實還是有一種 某種跟觀者 要求觀者一定要在那邊的感覺這樣 因為其實如果說觀者不在你聽見作品前面 他的臉也不會匯聚 或者說觀者如果沒有介入那兩台電視 他就是一直不斷的 就是訊息就是打來打去這樣 就是應該說 剛剛雖然要問問你 你怎麼樣去思考 媒介本質這個東西 就是你的作品到底可以演戰到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也就是說 你怎麼樣希望你的觀眾 去看待你的作品 跟怎麼樣去想這個觀者的位置 這樣 很清楚 只是我 就是 就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就是 你在想什麼 想說 你說 你說 就是 期待觀眾 比如說 因為 因為 你做的時候 你要把他展示 你會設想 就是你會想說 他怎麼可以看 對啊 那 什麼 就是他進來看的時間點 跟他要怎麼看 你就一定會想 可是 你剛剛也把它講 就是 就是說 他比較沒有一個 就是我好像 最後 我好像最後處理 就是我設定的是 可以比較不用 就是他 他什麼時間點進來都可以 然後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真的 就是 你也可以選擇 你是 你看這作品 就是人眼旁觀 就是從旁邊這樣看他 就是在幹嘛 或者是 你很好奇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去 就是去看他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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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運作 之類的 但是他 是比較沒有一個 就是 規定人家要從 就是 你要待在那邊多久看 可是你希望他們 怎麼樣去發覺說 他裡面其實有一些 奇妙的小東西 因為其實你都有做一些小設計啊 就比如說 I was wondering 你可能進去 你可能就想說 這這麼多螢幕是在幹嘛 可是突然就你後面會有一個東西 就 一陣子就掉下來 然後 我覺得他其實都還是有一些 文章的 你希望關整 一張線 不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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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可是你有特別 比如說我們剛剛 回到剛剛問的就是 合財的延長 因為你現在在創作的東西 其實就是用影像 然後就是用影像 特別是影像裝置 還有不只是影像 其實影像裝置 他比較像是劇場性的東西 他當然不想 不像是當成一個螢幕 你掛上耳機 你看到裡面在發音什麼事情 可是他既然選擇 是用影像裝置 這種可能他同時需要 關折 關折的在場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方說 他也很需要 不管是你怎麼對 我覺得主要還是想知道說 你怎麼樣去思考 你現在在用這些媒體這樣 我一眼回答很好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吃塊蛋糕嗎 不要緊張大家都捧 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 就是還蠻主要的 核心的問題 就是藝術家怎麼樣思考 自己在用的東西 這樣 抱起來 好 反正無業說非常好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雖然一開始並沒有特定選擇 這個媒體要做的是什麼 當然 當然 應該是說 每個人的興趣不太一樣 每個人拿到攝影機 他會做的事不一樣 然後他當然是比較直覺 他覺得 不管他要賦予這個機械 有更多後面的空間 讓人家去想像 或他有更多的人心 是 不管是什麼機器來對話 或者是像是 你說他網路藝術那個作品 Dolla Post 他有開給你四個郵票 他去思考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在網路 已經有網路 比如說網路有九年代 非常普及化以來 到底人們有怎麼樣去思考 傳遞訊息一部分 他其實還是有一點 比較像是 人跟人之間的溫情這樣 然後另外一方面 再到Falling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也是 非常擬人化的狀態 很像人在 人走一走突然跌倒 人走一走突然從腳踏車摔下來 就是他怎麼樣去把這些 影像的動態 跟運動表現出來這樣 他其實我認為啦 就是很大部分其實在想這個東西 那不管是到後來的瀑布的作品 是你怎麼樣是運用一個大型的瀑布的影像 去撿取其中的畫面 儘管你用同步的方式 可是因為影像在螢幕上顯現的動態 跟影像在整個這個模 全新模上面呈現的動態 它是不一樣 儘管它是非常細微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的作品裡面很多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說 不管說今天我們剛剛談到 觀者這種動態是怎麼樣 或是不管說我們今天在談到說 你到底對媒材的這種 叫做媒介論 其實媒介論是個非常古老的方式去談影像 但是你現在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把為什麼叫媒介論 因為它就是把影像當成一個重要的媒介嘛 就它影像本身它所有的包含的裝置 或是拉整個觀看的距離等等的 但是你其實是有點像是把 會擬人化的東西放在你裡面 因為就像 我覺得像第一間 可能大家還沒看到那個作品 就被拆掉 跟它很像是一個鏡子嘛 就是你只要站到前面它才會匯聚起來 或是到後來電視在講話 或是突然好像那個螢幕會跌倒什麼的 它其實就是有這種 你對這些物件 有一種擬人化的構想 我不好說對不對 對啊 你今天真的講得太棒了 那你來幹嘛的 真的是 那你來幹嘛的 真的是都講錯了 太好了 請繼續 那你來幹嘛 那你來幹嘛 那朱立騰 就在Q&A時間 我要Cue朱立騰來講一下 我一葉的作品 麥克風給他 好臉 愛你空長的 空長的大家長 空長的大家長 雙年展藝師傢俊騰 他是五一葉以前 在英國的室友嘛 就是五一葉都為他做牛做嘛 所以現在 所以現在 幫這個五一葉的作品說一下也沒什麼嘛 你都一直出國 大家都幫你親口大便 還把我們葉新買的iPad弄壞 所以你現在說一下應該也不為過吧 要說什麼 就是你怎麼樣 就是最難 Focus 你怎麼樣看待 比如說整個文業的個程 因為對你 你其實跟他 剛剛已經在做非常早期的作品的時候 你其實也都在旁邊 好 對喔 你就自由講吧 好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看覺得還蠻 可能就像我們說 其實 因為我葉做作品真的很蠻 我算是少數從第一件最多的狀態 到現在 就是每一件就是 對你從你做 你從第一件這支撤掉的作品到現在 好像我 我應該是少數每一件都有看過 他 生產的過程 然後 沒有 其實我覺得今天看 覺得就是整個脈絡跟整個 無業感興趣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被一個很 完整的呈現 然後 我非常 我覺得 我非常喜歡這支新作品 就是每一件 雖然我還是沒有太搞清楚 就是後面的技術問題是什麼 但是 對 我覺得就其實 我覺得那個中心思想是非常完整的明確 然後那個 藉由 雖然就像剛剛有你說他很低限 然後他可能會讓我們想到 任何年代 70年代 我剛剛一進場 就一直笑他蠻染轉 然後 然後 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還是回到 我不知道 可能回到一個溝通 或是一個在線的狀態 我覺得尤其是溝通 那個溝通 其實是我覺得那支午夜的作品 一起來 很明確的一個命題 尤其是在後面那一件路上 就是發言 他的波蘭嗎 還是頻道 在藍 喔 藍 對不起 對 做那一件作品 然後 所以我覺得這次算是 我不知道欸 就這樣吧 哈哈哈哈哈哈 他可以講到 郭忠季彤講的一件事就是技術問題 你有沒有特別想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沒有什麼 其實 我好 我不中效 我不中效 其實我覺得 無夜的作品的技術問題其實就 老實說我覺得沒什麼技術問題 它就是那種非常低限的技術 可是我覺得它藉由低限技術造成那些延遲 跟那些卡卡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就回到他自己的本身 然後我覺得身為一個溝通狀態的人 其實我沒辦法可以明確地體會到 那個狀態是什麼 所以 對啊 這次這樣全部裡面的跑最順是 憲鈺有幫我處理一些技術問題 那一件 瀑布那一件事情 那件啥 其他真的都很卡 因為就是 就是 就像他說我做的 我自己處理的話 就是我的方式 比較 低限蠻好聽的 就是用比較笨的方法去處理 你直接的方法去處理 有時候就是 他在技術運作起來 其實真的會卡卡 可是在卡卡好像就是我自己可以接受 所以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障礙跟演示 你像剛剛那個螢幕壞掉 那個是真的壞掉 那是媒體技術的本質壞掉 電池壞掉不穩定 那我們繼續說 那其實什麼 可是像瀑布他其實也在影像上 他有一些演示跟定格 那個效果不是 那個效果本來就是你特別希望他這樣呈現 就是好像東西被禁止在同一個 就在一個時間的區塊這樣 瀑布那個我就是 就是 把時間拉比較長 然後他有 有 就是他會有靜止的畫面 也會有動態的畫面 嗯 然後把時間拉比較長 然後做一些 改變這樣 其實也是 其實也是 設想說人家怎麼看這個東西 然後一樣也是 他是希望大家 就是隨時都可以看 然後他那個看可能就是 你好像就是 就是看一個東西 你不需要說 去想說他 他是 就是 他那一件沒有太明確的 一個 所以我那時候設定的狀態 就是大家是可以 就是隨時都可以看看 就是 喔 了解 那我們再請 既四友一號朱映騰之後 我們再請四友二號鄭仙玉 來聊一下 奴役的作品 四友時間 四友好辛苦 哈哈哈哈 地上有彩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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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 就 就 我也是 從 第一件 到 最後一件 都有 從旁邊這樣 看著他 把它 完成起來 對啊 因為我們 不知道 一直以來 都會 都會聯絡 在國外 然後 主要 怎麼講 我覺得每一件 我都很喜歡 然後 其實 像 像我會覺得 一葉 他的特色是 他思考 一直都非常的走響 只是從 年輕的時候認識 你就知道 所以 對於思考 周翔的人 當然 速度一定會滿 可是我覺得他也 不能說是滿 因為 其實都我在做 然後 只是 每個人對於 最後想要給人家看的東西 都不用做 滿 然後像 我印象最深的是 就是 每個人都會 post 因為 我覺得 這件作品 應該是 在我的心目中 我覺得是 曠死菊作 就是 因為 怎麼講 因為他 他其實處理的方式 非常簡單 就是 讓你 會去想說 因為 大家 從有E-mail開始 其實 就已經忽略 郵寄的 時間 這件事 因為 因為其實E-mail 你就算 像我去思考他 E-mail其實你寄他 還是會有 時間的問題 只是說 非常的快 快到讓大家去忽略它 然後就是 他重新把 大家忽略的 這個東西 然後把它放更大 然後再把它 用那種 最早期 比如說 從以前到現在 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大家會拿來 傳遞俗信 或是訊息的一些 方式 然後把它用郵票 做出來 這樣 我覺得這 太酷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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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吧 好 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 怎麼講 就 machine whisper 印象最深刻 因為 怎麼講 因為 因為怎麼講 因為他 當初看到會覺得 哇 這 真的很復古 因為他就是在 在做一個 V-backing的 的一個 就 其實有這樣的作品 然後只是我認為以一頁的處理方式是非常簡單 然後它的變化變得非常的隨機 因為通常很多人像一些比較經典的作品 他們在做Videos的Be-back 都會融解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只會非常的想要去控制它 Be-back 的結果 跟他們想要做出一個所謂他們心目中那種美學的狀態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 EA是非常瀟灑的去讓整個環境去做 它最後那個畫面呈現的東西 因為像其實在這邊擺出來 跟當初在其他地方看到的 它裡面的畫面其實都是不一樣 然後那也是非常直接的 是因為它去看那個 它那個裝置去看這個 實際東西是攝影機 所以攝影機就是放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不一樣 然後後來我就坐在客廳前面這樣看 然後我就覺得 對啊,我從來沒有很認真地看過瀑布 然後因為後來我就開始想說 哇,瀑布真的它只會往下掉 因為... 就廢話,瀑布一直往下掉 對啊,然後我就開始思考 那EA它是不是對於 東西往下掉這件事情 非常地有興趣 就比如說它之前也有 螢幕那個空間一直往下掉 然後很多東西掉下來 會變成是... 那一個... 比如說電視裡面的東西 所謂的什麼影像背後的空間 它在往下掉 然後我在想說 那為什麼一夜會那麼關心 掉下來這件事 然後我就會開始去猜 它在未來會不會 做一些是... 讓自己飛起來的... 的東西 好,這也... 這也有可能 因為有可能是它想要飛起來 所以它就... 先... 先往下掉 好,然後接下來我就把 麥克風傳給... 它的好朋友 真的摸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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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是有一個... 雖然這是比較藝術史的東西 它其實非常現代主義的媒介性 就是... 現代主義媒介性是什麼? 它就是一種... 反應 反應就是一直不斷的巡迴嘛 比如說結構啊,物質啊,形式啊 它是一直不斷的... 在徘徊這樣 那比如說... 它今天的形式是這樣 那... 比如說我們就作為... 可以觸發這個媒介的物質 然後... 所以它會一直不斷的就是... 回升這樣 然後... 那個東西... 其實就是讓無一頁的作品 為什麼看起來是... 那麼有... 這種現代主義媒介的... 氣味的作品這樣 然後...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想要再回到... 一開始這個講座... 問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 就我們今天到底要怎麼樣看... 影像藝術的作品 就是... 當然我們剛剛也有講到說... 在觀念藝術之後 大家其實... 看到影像的作品它其實就是一種... 我們要問說... 議題是什麼 然後... 這個影像內容到底是什麼 可是其實上... 實際上... 最... 最關注媒介性的影像藝術... 其實我們可以不用這樣看... 我們下次看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很微物式的觀察... 就是它的線怎麼走... 它的線為什麼要這樣走... 那螢幕的大小是怎樣... 為什麼螢幕有大有小... 然後我們當然可以回頭來去想說... 我們今天在無一頁的作品前面說... 我們的觀者位置是什麼... 就是這個... 這個環境... 這整個影像裝置到底... 給我們那樣什麼樣的感受... 那是不是我們是可以把自己投射在裡面... 或是我們有意識到... 其實是有兩個... 有點像兩個身體這樣... 就是比如說身體在作品前面... 然後到的是我們又... 又意識到說... 我們身體在作品前面的效應... 就是其實我們以後... 在觀察影像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想這幾個問題... 就是一個比較... 最基本... 或是最簡潔的方式... 去感受整個展覽... 然後最後... 你到底來幹嘛了... 你到底來幹嘛了... 今天他真的講不出來... 昨天他還可以... 對啊... 不過藝術家的各... 其實藝術家的各展... 就很緊張... 那... 就... 因為可能沒有喝酒吧... 我想... 是不是沒有喝酒... 對啊... 就是要導覽的... 然後你可以抓著他... 就說... 欸欸... 這作品在幹嘛... 對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殘忍... 耶...